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韵味 尤其尤其是明初青花池 所以永轩青花为什么这么有名 它的那种 而且它当时用的是进口的 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苏玛利清一种孤兰料 它那个孤兰料是高铁低萌 它的这个里面的矿物成分 高铁低萌 所以它画下去的感觉是什么 会有像水墨画的效果 会晕散 而且浓重的地方还会有结晶斑 而且它还会痴胎 摸下去之后 它浓重的地方还凹陷下去 它这个诸如此类的特征 那先苏玛利清到了明中期以后就没有了 就绝况了 明成化初期还有 到成化后期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珍贵的这么一个器物 所以明初青花池为什么是青花池里面的重中之重 道理就在这儿 就刚刚讲的 它唱了那个 如什么 宣纸作画的那种效果 色白花青 有那种感觉 所以英文讲 青花池 英文叫做Blue and White 就是Blue and White之间的那种对比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青花池 除了要看青花的苏玛利清的颜色 明初青花池要看苏玛利清的颜色 它很重要 它衬抵着白色的白柚 要白到恰到好处 这两者配在一起是绝配 所以Blue and White是这样 所以不要说中国 外国人都喜欢 我介绍过那幅名画在美国的博物馆 那幅名画叫做什么呢 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的一幅名画 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派的鼻祖的一幅画 代表的画作 他人生最后的一幅画 就叫做什么 诸神之夜 诸神之夜 所以把青花池都跟神仙摆在一起 那两个神仙一男一女 男的举在头上 女的端在胸前 还有在 因为他们在 就是在野餐 那野餐在野外 摆在地上装 食物的是什么 就是青花池 所以青花池 早期在欧洲 在文艺复兴时期 那个是跟神 是属于神仙的用气 都高贵 在最 最讲究高贵的地方的欧洲 在文化最精致的欧洲 他能够把我们青花池摆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当然到了后来还有 那个很有名的 龙骑士 用600个龙骑士来换 100多件的青花池 青花的将军 所以说龙骑士 冠就讲到这种将军 那到后来 那是到了康熙时期 在明代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欧洲 打下了这种神圣的一个地位 我们的青花池 同样他在欧洲 他在伊斯兰国家 那更是王公贵主来用气 就是称得上是神气 神气 那我们这件也就是那个年代 那个什么呢 永乐 永乐大帝时代 永乐青花 永乐青花左右 永乐青花是成千起后 前面有了原青花 那个垫定了好的基础 浮粮局 把景德镇 整个的地位都提升 然后在永乐时期又把官窑 玉窑厂建立起规模 所以原青花是称不上玉窑 原青花呢 等于说品质还处在一种 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因为到了永乐时期就完全规范起来 规范花 所以永乐的 尤其永乐的青花池 所以嘛 我们在相关的住宿上 我们都看到 佩丁外圣 王世茂的 树 株药细菌 青花最贵 株药细菌 每一种料 做的池地都很棒 但是以什么 青花最贵中 最美贵 又说什么呢 又说以天白中眼为常 通常 那在宫廷里面 用的是什么 天白 天白作为日常用气 以先红柚为宝 先红柚 红柚难烧 因为红柚是所谓的铜的元素 铜的元素要在还原气氛里面 那个要控制火温 要非常的精准 否则它就烧飞了 所以红柚先红为宝 最后关键了 以青花为式 青花来说 那就是它们的重要装饰 就像我们随时带着珠宝 带着珠宝 是一种重要的装饰 它不是生活用气 它就是装饰的用气 它就是美化装饰来用 所以重不重要 当然所以 株料吸金 青花最贵 好 我们在眼前的这件玉壶尊品 玉壶尊品 非常有名 在池戒里面 池戒里面两大系统是最有名的 一个象征男人 一个象征女人 梅瓶 是象征男人 玉壶尊品 象征女人 你看玉壶尊像水滴一样 女人如水 老子大大经讲 上善若水 它就是一个水滴型 我们配的珠宝 我们一个主食 最喜欢用的就是水滴型 水滴型给人家感觉到 有那种饱满 有那种圆润 有那种弧线 它是两个S型 好像玉壶尊品 它是两个S型的一个曲线 构成了一个 像个女人一样 那种丰满 那种饱满 那种圆润 那种什么 凹凸有致 就是 女人 呈现女人最美的地方 而且 它又什么 度大能容 女人生小孩的时候 你看 肚子挺那么大 生生 智慧意 它能够繁衍 一代一代的繁衍 而且 能容 就像我们 一丁的昆卦 一丁的昆卦就相当女人 钱卦相当男人 昆卦相当女人 女人能容 第四昆恩君子 以后得载物 这是讲的昆卦 第四昆恩君子 以后得载物 它能够什么 大地 就像是个母亲一样 它能够承载万物 不管你好的坏的不好的 它全都照顾你 全都滋养你 这就是什么 能容 度大能容 这就是后得载物 所以后得载物 其实讲的昆卦 也就是这种 玉胡遵的含义在里面 好了 我们讲的玉胡遵命 它的线条 两个S型的曲线 构成了这黄金比例的美感 代表女人 玉瓶当然代表男人 玉瓶是玉树临风 这样的一个事 其实玉胡买尊 跟玉瓶 早期玉瓶认为金瓶 最早都是装酒用 当然还擦花 擦梅枝 擦梅枝 玉瓶可以擦梅枝 玉胡遵怎么擦梅枝 当然可以 玉瓶是属于雅的部分 是属于能够 奥雪凌霜的这种 这种坚毅 这种美 不管男人女人 都要有这种 都要有这种坚毅的 这种精神 刚正不阿的这种精神 在里面 那他们两个 同样都是能容物的 都能装酒的 自古来习惯 用这两种器物来装酒 装的酒吗 特别好喝 倒酒的时候 各位看 听到那声音 咕嘟咕嘟咕嘟的 那种感觉 哇那种 还未喝就已经先醉 这是我们会喝酒的人 能够感受得到 这样的一个品味 当然玉胡遵品 最重要 它还是作为橙色之用 尤其作为官窑此器 它的那种身价 等于说 国之重器 国之重器 它的身价不在画像 而我们再讲 它的这个文饰 我们先介绍我们眼前 这个永乐清花有名 永乐清花 它是用苏玛丽清 刚刚讲过了 画在白纸上面 让它造一层透明油 感觉上就像在宣纸上 就像周杰伦的清花词 宣纸上什么 周一之事 歌一半 就是有那种感觉 那种 那心云流水 心云流水 我们这个 它分给几道文字 第一道 它是一个残枝的 颈部 在它的颈部 在它的撇口 下面竖井的地方 它是残枝的花卉 残枝的花卉 残枝的花卉 有梅花 有牡丹 这样的一个残枝花卉 接着下面是胶叶文 胶叶文 在第三圈是什么 格的三道玄文 这个第三圈是什么 也是一个残枝 所以残枝就绵延不断 代表辐射万代的意思 残枝的扁菊 就是残枝菊花 残枝牡丹 残枝菊花 残枝牡丹 好 一二三 第四圈是什么 云间 它如意云头文 这个称为如意云头文 叫做云间 如意云头文 一二三四 第四道 第五道就是主体文式 主体文式 为了意云头文